我在6月的時候,本來是一體正常,但是染了感冒,我就去看中醫 但可惜中醫就不診,就配錯了藥給我吃 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吃了兩個多月的中藥,就傷了肝 接著就進了醫院 這一段康復的時候,因為傷了肝的情況是很痛苦的 每一天是非常辛苦的,那些症狀是令我每一天都在那裡哭 辛苦都在那裡哭 在這個期間,我就不停地祈禱,求神給我醫治 在這個情況下,我每一天都在聖堡道會和祈禱,親近神 我去完醫院之後,醫院出來之後,就回家 這個情況只要等他自己回復 醫學上來說,沒有什麼藥可以吃,自己回復 我每天都很辛苦,我很難受 有一晚半夜,我起床去洗手間 我現在是要用拐杖 尤其是半夜犧牲的時候,特別暈,特別重,身體會很辛苦 我走進去洗手間 想擺好拐杖,但一時堅持不穩,就掉在洗手間裡面 我去完洗手間,洗完手才收拾 我本身那道門,就遮住座廁 我完事之後,想著扶著廁所其他地方 洗手就去撿回去 誰知道,我看著地上,不見了一支拐杖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有人,只有我一個 因為我現在的情況,我連走路都走不了 所以經常要拐杖一步一步走 我想奇怪,如果我撿了一支拐杖,我不會忘記 因為我現在的情況,撿了一支拐杖,很艱難 起不了身,沒有力,因為我的肝要恢復,受了傷 我周圍看,誰知我一看,那支拐杖 我當時很安靜地擺到一個位置,就是我一出來的右手可以握在門口 當時半夜四點,不可能有其他人只有我一個 我便知道,神是在我環難之中,他沒有掉下我 我經常覺得我自己的祈禱,為什麼未得醫治 他不理我,其實神不是 他知道你半夜餐,我掉了一支拐杖,你污了身,很辛苦 他撿是很難的事 在這些地方,他就讓我看到,他在扶持著我 我也都明白,拐杖是扶持的意思 他在扶著我,他與我同在 然後呢,我是不斷地祈禱,我都好像沒有回應 好像很孤獨,很無助 但是呢,一直都沒有回應,直到早幾天 是連續,好像兩三次跟我說,是用英文的 他說,他跟我說,Be still I am God 我想他意思是,你要等候,我是神 我是與你同在 哦,是的 因為我不是很熟悉這個金句,我聽了有點熟悉 他說,Be still I am God 要安靜下來,要等候 不是這樣的意思 後來 有時候,你辛苦的症狀很辛苦 我在這裡承受症狀的時候,我每天都會哭 然後我就覺得,神你好像不理我,你忍我受苦 你不愛我,為什麼你不依照我呢 然後,神又跟我說 說了三次 他說 Do not doubt me, for I am your God 你不要懷疑我,我是你的神 然後,我和你同在 那一刻,我聽了 那一刻,我聽了,我在爆哭 我就知道 有時候,我覺得 我相信神,但是 因為你在痛苦之中,你會覺得 很孤獨,很無助,以及你的信心會動搖 但是,神跟我說,你不要懷疑我 他說,我是你的神 所以,他很感恩,在這段這麼辛苦的日子 他是給了一個曙光給我 在我最難受的時候,他都會扶視我,告訴我 他沒有離棄我,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與你同在 但是,你的醫治是需要時間 因為我們會看這個世上 世上是多有苦難 對,我這個世界是不完美的 神是在這裡作供的 他是太不同的人,去安慰我 還有,去告訴我 你現在要是回復 你是會痊癒 但是,你要對我有信心 還有,你不要擔心你的症狀 是一些什麼不治之症 這樣的意思 不是一些不治之症 是有人 跟你一樣 不服了一些不適合你的中藥而造成的 就是這樣 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我擔心就少了一些 但是,辛苦是辛苦的 所以,每天我在這裡祈禱 沒有,我從來沒試過 二十四星期 睡醒,閉大眼 就是祈禱 就是聽佛道會 就是聽神的說話 我是很久沒試過 或者在這個痛苦之中 我就跟神更加親近 還有,我感受到,我越來越愛神 我以前是很 我很掛念神,我很親近 但是,現在我覺得 我跟神是很近 我越來越愛我的主耶穌 如果這個苦杯可以拿走 我希望可以拿走 但是,即使拿不走 我跟神、主耶穌 我更加親近 其實,神給我的回應 就是,我想太多了 你要靜心,你要等候 你仰望我 你仰望我,你靠近我 我就是與你同在 我又想問你,你聽的聲音 你是 什麼情況聽到的? 從心發出來 在我做不同事的時候 或者在聽報道會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我就不記得 但是,有時一天之內 他會說同一句說話 在心裡跟你說這句說話 說三次 說到我是覺得 神是跟我說話的 不是我自己 突然間這樣 列造這件事出來 或者幻想 當你說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很肯定神是跟我說話 不是我自己想出來 就是你不是在想 那些說話 而是他自己走出來 是不是 是 因為我其實 我不是完全 很理解 他叫我說 我知道是等候 Be still Be still 安靜 I am guard 不用那麼忙碌 就是不用胡思亂想 你不要再胡思亂想 你說的 你一定會想 雷 想 你 說 你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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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